大家好 我是陳寗 我們都知道 這 NAS 是重要且必要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呢 他的單位容量呢 是比較便宜的 你跟那些雲端空間比起來 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他存取速度快 你在區網內存取的速度 絕對遠高過你從雲端把資料傳 拉回來或者再存上去 所以呢 NAS 是有必要 這些事情呢 我之前都有講過了 大家可以回頭看我的影片 我很多 NAS 相關影片可以看 但是呢 很多朋友看了這些 NAS 的影片 好 我決定要買一台 NAS 這時候就遇到一個新問題 就是買硬碟 之前呢 我有拍一支影片 就教大家怎麼選容量 選容量呢 很簡單 可是呢 選型號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聊聊 像這種 Seagate 這種 NAS 碟 我自己就是用這個 Seagate Iron Wolf 從我用 NAS 到現在都用這個 那以前有用過 WDR 但後來就全部都用 Iron Wolf 因為比較快也比較穩 我自己用了差不多五年吧 就一顆都沒壞過 就是這個原因 那但是呢 他的 其實型號呢 有分像這個 Iron Wolf 或者是像這個 Iron Wolf Pro 貴一些 然後呢 還有這個企業級 貴很多 這三種差別 到底差在哪裡呢 雖然他都是 NAS 或者是伺服器用的硬碟 可是呢 他在整體 他比如說他的設計 他的硬體 他的韌體 這些都是不一樣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他到底有什麼差別 還有你今天要買 NAS 的時候 該怎麼選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如果說你想要團購一套 NAS 想要團購 NAS 跟硬碟 在我的資訊欄裡面呢 有那個連結 直接點進去 嚴選上程 就可以直接下單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 NAS 硬碟呢 其實在之前呢 我有拍過一支影片跟大家聊過 NAS 硬碟跟一般的桌機碟 他在一開始設計的用途就不一樣的 桌機碟呢 他設計呢 就是讓你說 一天比如說開機八小時 然後不會頻繁的存取的這種使用 所以呢 他的耐用性 從他的硬體到他的韌體呢 就是他的設計呢 整體來講 跟這種24小時呢 完全不間斷運作的硬碟 他本身就不一樣 所以呢 在選 NAS 呢 或者是那種磁碟陣列的時候呢 給予兩個理由 我會建議 應該要用 NAS 碟 第一個就是他的硬碟設計 NAS 碟的硬碟設計呢 他的整體的用料 可以讓他做得比較耐用 不管是在高溫環境下呢 或者是持續運作的環境 24小時不斷電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針對多硬碟共振這方面 那這方面呢 其實 應該這樣說 當你走到 NAS 碟這個領域的時候呢 多硬碟共振呢 反而是比較重要的 什麼長時間應用啊 什麼的 那個就已經變成是一種基本概念 所以 這個 NAS 碟呢 我會這樣講 就是 你至少 在這個 Seagat 比如說以 Seagat 來講 你至少應該用 Iron Wolf 那如果你用 WD 的話呢 就至少要用個轟鏢 那種什麼藍鏢、綠鏢 或者是這個 Seagat 這個 Barracuda 這種比較屬於桌機碟的這種東西呢 就不要把他用在 NAS 上 因為他的耐用性沒那麼好 當然你有時候會有一些例外啦 就是一顆硬碟用了好幾年都沒壞 比如說我有一顆 真的就例外中的例外 Berracuda 的 2TB 那個是Berracuda 的第一代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 那顆硬碟在我的 NAS 活到現在還活著 依然插在我的 NAS 裡面 所以呢 這種是例外 但是呢 如果從理論上來跟他的設計上來講呢 那些硬碟都是不適合裝在 NAS 裡的 所以呢 這個 這種 NAS 是基本的 這種 NAS 碟 但是呢 當你買到這 NAS 碟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發現 NAS 碟呢 很多品牌他都有分兩種 一種是便宜的 比如說像 Seagate 的 Iron Wolf 那或者是一個比較貴的 Iron Wolf Pro 這種到底差在哪裡呢 我們先講這兩個 等一下再來談企業級 以這個 Seagate 的硬碟來說呢 Iron Wolf 跟 Iron Wolf Pro 呢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差異 就是我剛剛說的多硬碟共振 他差在什麼地方呢 通常我們在用 NAS 的時候 都會差很多顆硬碟嘛 最少兩顆 最多的呢 12 顆甚至要有 40 顆硬碟的這種設計 那這種硬碟 其實 如果有機會啦 你把那個外接硬碟 他在運轉的時候 你把他拿起來 不要拿起來晃 拿起來晃會壞掉 就是這樣子 稍微這樣拿起來感覺 你會發現呢 裡面有一個力道 好像想要把你一直往這邊拖過去的那種感覺 那個呢 就是因為現在碟盤的轉速很快 那他裡面碟盤又多 在這樣旋轉的情況下呢 其實他就是會產生這樣的力道 然後還會震動 什麼的 那這種硬碟呢 一顆震動 你就直接摸起來感覺很 有震動這種感覺 可是當這硬碟呢 有 10 顆的時候呢 那震動就很大了 那我們都知道 對硬碟來說 震動呢 是硬碟殺手 如果說硬碟呢 有什麼情況最容易讓他壞掉呢 通常第一個是震動 第二個才是供電不穩 所以呢 在為了確保這顆硬碟 在 24 小時這種大量讀寫的情況下呢 他不要很快就壞掉 這個所謂的多硬碟共振呢 就變成如何讓他可以活得更久的關鍵 所以呢 在這個Iron Wolf跟Iron Wolf Pro 這兩種硬碟之間呢 他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就是Iron Wolf Pro 硬碟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旋轉感應器的東西 其實呢 那旋轉感應器 你如果看那個 Seagate 的官網 你看呢 會看著 Musasa 那寫了很多內容 但是其實說穿了 他其實就跟 iPhone 上面那種陀螺儀是類似的 就是他會偵測你這顆硬碟 一直在這邊這樣抖抖抖抖抖的那些數值 那他就會告訴說 如果呢 這個數值大於某個程度的時候呢 這硬碟呢 要緊急停止運作 避免呢 他的這個 這個 就是這種讀取幣呢 去撞擊他的碟面 當然這種情況會比較少啦 但是呢 他多了這個旋轉感應器呢 他就可以讓這硬碟呢 在比如說他感覺偵測到現在共振比較強的時候呢 他現在有對硬碟有傷害的時候呢 他可以把這個磁鐵頭歸位 他就多了一個這樣的關鍵 你因為多了這個關鍵呢 所以 第一個 他的硬碟 他的 MTBF 就是他的這個 這種就是運作時間呢 就可以拉得比較長 那第二個呢 也是因為他多了這個東西 再加上一些用料用比較好 所以 Seagate 呢 在 IRONWALF 跟 IRONWALF PRO 的兩者之間呢 他就多了一個五年的保固 原本呢 你買硬碟三年保固 可是 IRONWALF PRO 呢 他就變成五年保固 而且呢 還加送你兩年的資料救援 就是因為呢 在硬碟設計上呢 多了這個小東西 就給你讓硬碟呢 運作得更穩定 也比較不會壞掉 所以 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硬碟在選的時候 你應該注意哪些東西 我會這樣講 如果說呢 你今天用的就是 比如說 DS220 PLUS 那只有兩顆硬碟的 那麼呢 你就用個 IRONWALF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才兩顆硬碟 沒什麼震動 所以 你說我今天就是要便宜 現在有些朋友呢 他買 NAS 他還是以便宜為優先 因為其實這是好事情 雖然他買的可能是比較入門 但至少他知道要買 至少知道說 我今天備份很重要 比起那些連買都不願意買的人來說 他就多了一層保障 好像在賣保險一樣 可是他就是這樣的東西 如果說你用的是像這個 DS220 PLUS 這種只有兩顆硬碟 那你其實用這個 IRONWALF 就可以了 雖然在嚴選商城裡面找不到他 但那純粹是因為 我個人一個追求比較極致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 也沒差多少錢 你就用 IRONWALF PRO 就好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預算取向的話 像這種只有兩個硬碟 用 IRONWALF 就可以了 可是呢 如果說呢 你今天用的是 DS920 PLUS 以上 這種四顆硬碟以上的呢 那我會建議你還是用這個 IRONWALF PRO 會比較好 因為呢 他在多硬碟的同時運作的震動的情況下 環境下呢 他可以運作的比較保險 比較安穩一些 那有些朋友就會想 可是呢 我一開始買 NAS 比如說像 如果你一聽從我的建議買了像 DS1621 PLUS 這樣的機器 那裡面有六個槽嘛 可是你一開始只差兩個硬碟 那我這樣是不是一開始那兩個硬碟 就買這 IRONWALF 就好呢 然後後面的硬碟通通在買 IRONWALF PRO 這個呢 從理論上來說呢 是可以的 可是呢 如果你問我我會建議你不要這麼做 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那 IRONWALF 的硬碟呢 他在低容量的時候 他轉速比較慢 他的低容量呢 都是5900轉 為什麼呢 因為便宜 他要高轉速的時候就會比較貴 那貴的話呢 你就會跑去買 IRONWALF PRO 所以呢 他為了拉低這個價格呢 他的轉速就只有5900轉 那當然還有一些原因 比如說 他的硬碟的一些硬體設計 什麼導致他必須要用這種低轉速的方式去運轉 可是呢 因為他的轉速比較低 讀取的速度會慢一些些 如果你之後再加其他硬碟進去的時候 就會出現你的整個RAID的陣列組 他硬碟之間讀取速度不平均 很容易出問題 有的時候硬碟又壞掉 這比較少見 壞掉比較少見 但有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 奇怪 你的資料在讀取 真的不太順 什麼 這都是會發生的 那這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這個快取記憶體 不一樣大 IronWALF PRO呢 快取記憶體比較大 所以呢 在讀取速度上呢 又一樣會有不平均的問題 所以呢 如果說 除非 你今天買的在NAS 你再怎麼用就是插兩顆硬碟 那你用IronWALF 我沒意見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呢 以後就是會擴充 那一開始就買IronWALF PRO 那是必要的 其實我坦白講呢 這IronWALF跟IronWALF PRO的硬碟的價差呢 就是兩三千塊 這兩三千塊 你如果買的容量很小一點 他就沒差那麼多 也不會到兩三千塊 真的要比呢 跟你那什麼硬碟資料不見 拿去救援 或者是買一個高 貴一點的NAS 相比 這兩三千塊真的不算什麼 所以剛買的時候覺得很心痛 可是呢 買了你把他分攤成五年呢 這樣子把他攤體之後 你就覺得沒差多少錢 那再來呢 這個講完這PRO跟非PRO的差異之後 我們再來談 PRO跟企業級的差異 我自己的NAS呢 通常呢 就是用PRO或是企業級 不一定 就是看剛好那個時候我有什麼硬碟我就用什麼 但是呢 不管是我的NAS 因為我目前的NAS呢 是三台 就三台在做異地備份 那三台呢 就是都用Iron Wolf PRO 還有這企業級在 在打我的這個陣列 那這個 兩個差在哪裡呢 其實呢 之前有一個傳說 這個傳說聽聽就好 就是呢 企業級跟Iron Wolf PRO硬碟呢 其實是一樣的硬碟 然後呢 他只是韌體刷不一樣 這個是傳說 就是說他 他的硬碟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硬碟 可是呢 我必須說啦 傳說中就是傳說 其實你光是從外殼就看得出來 那兩者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呢 這是因為 磁碟的這個製程呢 有進步 所以呢 以前 很好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外殼 來看一下 這外殼啊 是一個CNC 測出來的外殼 這個Iron Wolf 也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以前 這個高容量硬碟 他裡面碟盤比較多 那裡面要填充那個氦氣 那填充氦氣的時候呢 他這種殼 用這樣做 比較不會漏 所以他就用整個CNC 可是呢 後來他的硬碟製程進步了之後呢 就不需要了 就變回原本這種黑色跟銀色 他就變成是把這個殼 把他夾上去之後 再整個扯一圈 就像這樣子 把他焊起來這樣子 所以 你從這外殼來看呢 你就知道他其實是根本就是不同的硬碟 然後後面的電路板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傳說他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呢 我只能說呢 跟根本就不一樣 那你說 那他到底差在哪裡呢 其實 如果你要說他裡面的硬碟配置的話呢 其實他跟那個Iron Wolf Pro 跟Iron Wolf之間呢 是沒有那麼大差異 他主要呢 就是差在一些比如說 用料比較好一些些 用料比如說馬達 然後他的讀取幣 碟盤的材質 就用得更好一些 讓他呢 可以讓他的這MTA BF 就我剛剛講的故障的這個時間呢 拉長到兩倍到2.5倍之間 也就是說呢 那企業級他的耐用時間呢 通常是Iron Wolf Pro的兩倍到2.5倍之間 就是比較長一點 那你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用企業級絕對會比較穩定呢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 我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從企業級呢 到Iron Wolf 他的都是說 他的預先設計跟他的預想呢 是比較耐用的 可是呢 你說會不會有 就是容易壞掉的問題呢 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真的還是看運氣 之前呢 有一位brother 他買了一台DS918 Plus 那已經三年前的事情了 他買了一台DS918 Plus 然後裡面插了四顆Iron Wolf Pro的10TB 我那時候他花滿多錢的 因為全部加起來 那個時候買差不多要8萬左右 結果呢 買回家四顆硬碟插進去 四顆都掛掉 不知道為什麼 四顆硬碟全部都是機網 四顆Iron Wolf Pro 結果呢 他就覺得 感覺上當了 買了Iron Wolf Pro 結果四顆都機網 那個時候呢 還是由Seagate的工程師跟他的公關部門呢 去現場幫他換硬碟跟他道歉 就是他買的比較貴硬碟 卻發生這樣的意外 可是呢 這麼久以來 然後團購也出了那麼多硬碟 也就發生過一次而已 但是我就用這案例跟大家說 硬碟這種東西真的是看運氣 可是呢 如果我們要從 這個產品本色的設計跟理論上來說的話呢 這個企業級呢 無庸置疑他是最穩定的 而且呢 在針對這種多硬碟環境 高溫環境的運作下呢 他不管是運作的穩定性 或者是讀取存取這種 大量存取的這種傳輸穩定呢 都是最好的 那你說我要用久一點呢 那企業級當然也是會比較好 可是呢 你如果真的要說 我的資料呢 就是希望可以很安全 那我會建議 第一步你先買你的這個NAS 你先用企業級的 然後呢 你的那一台主要工作 比如說你是這個多媒體工作者 然後你要每天要存很多資料的話呢 那麼那一台NAS你用企業級的 可是呢 不要只是用他 你應該要再買一台比較便宜的NAS 比如說DS920 Plus 然後呢 裡面就用這種比較便宜的Iron Wolf 做什麼 做異地備份 把資料全部備份好之後 把那一台NAS送到你摸不到的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送到你摸不到的地方呢 因為當你這個地方發生意外 這台NAS爆掉的時候 那一台你摸不到NAS 資料才可以回頭救援你 所以呢 這個Iron Wolf到企業級呢 他的選擇大概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我會建議 工作用的用企業級 或者是如果你這預算不夠 那就用Iron Wolf Pro 只有 備份的那一台 或者是呢 DS220 Plus 這種比較小的NAS 才適合用這個Iron Wolf 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 如果你對這 NAS 還有任何問題呢 你可以在我影片裡面留言 以後再來聊 那最後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說呢 你還想看更多影片內容呢 可以在我的資訊欄裡面 找到我的頻道會員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同時也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今天你看到這些字幕 畫質更好 剪接 這些都是靠所有的頻道會員支持 才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謝謝他們的支持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